我们可以摊出刚才想的日本的风格 你看日本最有乐器有一种乐器叫桑文献 它那个PBH这一点 到了印度的起态 特别印度国 到了越南变得独弦琴 到了西方变得古典琴弹 还可以变得现代琴弹 elementary的音乐 对 谢谢 我 GPS 也在试图下的小声 没有 好 感谢 五十六岁的琵琶演奏家方锦隆 可以用琵琶和软等中国传统乐器 模拟成不同国家的乐器进行演奏 用一把乐器带观众游世界 而除了演奏外 他还作为导龄 用脱口秀的形式向观众普及国乐知识 在网络上方锦隆是人们口中的白发网红 一曲琵琶语的演奏获得了几百万次的观看 近日记者对方锦隆进行了采访 方锦隆的父亲是一名琵琶演奏家 他从六七岁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乐器 他说短短的表演和创意 是他四十年来不断思索 不断积累的成果 我始终感觉到怎么能让现代年轻人感兴趣 这就是我一直琢磨的 确实现在我们的东西非常高 一高的以后就是取高后卦 所以我们怎么要接地气 就像前不久你们在网络里看到我的一些很短的小视频 人家感觉到哇这个琵琶要跪着看 要做到这种感觉大家觉得有趣 方锦隆理解的文化自信 就是对传统文化了解的越多就越自信 琵琶 软 鼓琴 黄 口弦 方锦隆说他从来没数过自己会多少种乐器 琢磨不同乐器的特点 找到他们的风格 创新演绎后形成自己的表演 这是一个触类旁通的过程 在传统乐器中找到好玩的桥段 总结后加以包装和发展 形成脱口秀中的段子和包袱 让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觉得有趣 能用轻松的方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国乐 是方锦隆一直以来的追求 就像我们少数民族的 肖一般都是用嘴吹 可是我们海南的黎族是用鼻子吹的 我当时就采风的时候 为什么用鼻子吹啊 他们说我们这个千年的文化 就是男女青年谈恋爱的时候吹的 那我一想 你看用鼻子吹 那嘴闲得可以弹琴说爱啊 就大家肯定一听这个就有笑料了 方锦隆认为 东西方的文化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 他总结说 西方的音乐讲究韵律 是律有数 中国的音乐怎能展现更多味道 是运无穷 除了向年轻人推广国乐 方锦隆也曾在世界各地进行演奏 让更多人了解并喜欢中国传统音乐 前年我到了塞浦路斯 一个小型的party 他们当当地的国会议长 第一副总统 听我演奏完了眼泪 完了 长遍很多保镖冲过来 拿脸在我脸上蹭啊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真正的 什么叫波动心弦 这就是我们中国音乐的魅力 56岁的方锦隆认为 生命在于折腾 一条路走不通了 就重新来过 试试另一条 每个行业都一样 正因为有困难 才会有突破 从国乐大师 到百发网红 再到方独秀 网友们给了方锦隆 各种各样的称谓 但他认为 对自己最好的诠释 还是行者乐者 因为中国文化是薄大精神 永远学不完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 从事民族音乐工作者 我觉得毕生的经历 在行走 在传播 同时也在游学 在学习 乐者 我本身是一个快乐的传播者 乐 叫乐 乐 繁体自在 加草 就是药 我觉得更多治愈 现在的人的一种 亚健康 甚至一些 身体以外的病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 这一种 就是我们的身体 走得太快 灵魂没有跟上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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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